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安全的地方 挂羊头卖狗肉的养生馆 仅仅离万华分局不到300公尺 如今电铁门关上 但从外头就能发现 几乎每个房间外都装了冷气机 夸张做情色夜 真以为警方都在忙防疫 没空扫黄 13号警方持搜索票抓人 才发现养生馆隔了好几个房间 当场也把三名男客人一并逮捕 最近养生馆今年2月初才开业 搭着按摩抒压为由 案地却在从事性交易 里头清一色中国籍女子 被民众发现怪怪的跑去检举 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不只卫生局及官署忙得团团转 连警方也是焦头烂额 情色业者看准这点以为警方输于取缔 直接选最危险的地方开设情色养生馆 被想到警方强势扫黄 反而让业者踢了大铁板 三天学校王家衡特别报道